对面马超可能不会想 我为什么开局要站在兵线上 让他联兵带我一起打 是因为我蠢吗 呃 不排除这个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是我的队友早就下来帮我了 对吧 马超的一鞋拿下 所以说呀 当你看到一个本该唯唯诺诺的人性突然出来抢线了 那你就应该想到他的队友是不是在附近 要不怎么说对抗卢完的是心理上的博弈呢 就像这边 我竟然敢出来抢线 这马超就在反思一下 我为什么敢出来抢线 是不是我队友上来了 但他选择什么呢 他选择开机跑干我 这证明什么 证明他没有意识 他没有意识的结果就是 我被他单杀了 但我觉得这波并不能证明我菜 只能证明他 普通王者的意识 跟不上我深渊王者的预判呢 不过问题不大 我们家杨玉环上来了 马超这边写杨玉环手拿把架 杨玉环 他选择 亲亲了我的现在走 等等我 等我感到杨玉环已经被拿下了 啊 太好了 冰线还在 有很多朋友问我呀 说哪种性打马超比较好打 这边我个人是觉得暗性打马超比较好的 因为光性啊 他牵腰有点长呀 容易被马超拉扯 但暗性就不一样了 可以跟他一起拉扯 而且马超的回复能力 他是不如暗性的 所以拉扯着 你会发现他就打不过你了 但这个时候他突然说 小小姐 啊 小小姐 被我拒绝之后 直接叫人来打我 哎 幸好我有霸体啊 不过你说 这好好的一个马超 为什么非要让别人叫他学姐呢 海哥 我看你多少是沾点精神分裂了 谢谢别管这么多了 我们说回兑线呢 暗性兑线马超 只要他开大开机跑 那我们就一技能走 你不假邪 经济护手 马超他完全拦不住你 等他大招 急跑一枚 我们再出去跟他打 而且刚才也说了 马超缺乏恢复手段 而暗性的一技能 一会回一下血 一会回一下血 马超他在线上是耗不起的 那马超为什么不去支援呢 呃 他呆在这里 那最多只是跟我兑线 他敢支援 那防御他就赶没 这边马超也是第三次 开大开机跑准备杀我了 由于我带的是成见吗 和鞋都是我拿 我经济肯定是比他高的 但是这边看不到貂蝉 我怕他上来抓我 我还是先走吧 然后就在这时 呃 那队友好像起了点争执呀 这敌人节的脑血栓怎么还被中盔勾出来了呢 看着队友在下面欢声笑语 我在上路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那貂蝉是不是抓我一次 我还没崩 那你们要是崩了 我可就抑郁了呀 家人们 这边先借助防御塔 带走貂蝉 二技能给马超减速 这波双杀 其实暗信呢 最不怕的就是针对 我在清理兵线之鱼 甚至还有功夫去对面反一只鸟 有一说一啊 我觉得霸体是这个峡谷中最好用的技能 三个人来抓我 谁能拦我 谁能拦我 呃 这波非常潇洒啊 兄弟们 人再奖励自己两只沈梦西 好家伙才给你反了对面一个也 奖励自己家两只也 你 你是真离谱啊 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有了经济 我才能征战四方啊 这边拆掉一塔 拆二塔 懒根中奎直接冲高地去了 我但凡看他们一眼都是对我拆塔事业的不尊重 拆完塔我扭头就走 走了 但没有完全走 回头看脸貂蝉 在毕竟之路蹲探一手 暗信其实伤害很高的 一个二三他就一大半血 玩暗信难的是怎么把伤害打出来 毕竟正面团阵中很少会有脆皮 能站着吃你一个大招 那话都说到这里了 是时候给策划一个建议了 我建议把暗信的大招改成跟光行一样 也是三道大光波 然后锁到之处不仅有伤害 还能击飞 你快闭嘴吧 你这狮子大开口啊 属于是 我这不是提个建议吗 现在暗信的主流玩法还是单带推塔 当你气光头按的那一刻 这就是使命 后期了 是时候跟我的好兄弟马超再碰一碰了 这边他还带着龙头buff 让他一个大招 捅我一下 敢捅我第二下 他就得死 这就是暗信的作战能力 还是那句话 伤害很高 但这个伤害不容易打出来 想到这里 我不禁颜面痛哭啊 呜呜呜 我装的 后期的暗信 想跑谁也拦不住 调戏一下李白 来拦我 哼 就凭你也拦我 笑死 守家了 兄弟们 守家了 那队友已经由前期的开玩笑变成现在的开卖交流了 这说起来 挺离谱的 原本我以为 需要经历很大的事情 才能让一个人性情大变 后来我才发现 一个钟馗就可以 我还没想到这里 我还没想到这里 还没想到这里 战